大家好,我是周周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自助旅行 今天要介紹的是准這個字 在《字緣奇說》裡面提到 天下莫平於水,水平未知准 意思就是不管我們把水 倒在哪一種容器裡面呢 我們看到表面都會是平的 因此准就有了水平的意思 很多東西都有所謂的水平 也就是標準 甚至連生活的水平都可以量化、被衡量 生活水平指的是財富、舒適度 還有物資等等資源的提供程度 其中衡量有包含許多細項的指標 我們可以想一想 包括了平均收入、醫療保健、教育程度 平均壽命、政治還有經濟的穩定度 以及環境品質等等 透過對於生活水平的觀察 我們可以更了解 每個地區的發展情況 以及需要解決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將以環境品質、醫療保健 還有平均壽命三個生活水平指標 來當作背景 向大家介紹一些相關的英文片語 有許多人說經濟發展對於國家來說是兩面刃 因為經濟發展雖然是必須的 但同時經濟活動卻嚴重破壞了環境發展 跟環境呢 兩者之間到底要怎麼權衡 對於國家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該怎麼抉擇在兩者之間這樣做選擇 英文就叫做 像圖上一樣 在A跟B之間要做選擇 Choosing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is quite a conundrum Choosing between 在什麼之間做選擇 the environment 就是環境 and 跟什麼呢 the economy 經濟 is quite a conundrum 真的是一個難題 18到19世紀興起的工業革命 蓬勃發展之後呢 開始用機器取代人力 使得工廠的效率大規模的提升 因而改變了全世界工業的面貌 但隨著工業技術跟經濟的起飛 大規模的污染也隨之而來 因此在工業革命當中 最重要的能源來源 煤炭經過大量的利用之後 會產生焉塵 導致空氣嚴重被污染 更進入人體的呼吸道系統 導致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增加 1952年的倫敦煙霧事件 也是因為工業革命 導致的空氣污染造成的 這個事件造成超過一萬人死亡 是歷史上非常嚴重的大氣污染事件 到了今天 像這樣子為了經濟發展 而犧牲環境的事情 每分每秒都在發生 好像在經濟、economy 跟環境、environment之間 一定要選一條路 似乎沒有辦法放棄發展經濟 但是對於它造成的環境傷害 最後還是要由我們自己 甚至是我們的後代來承擔 所以可以知道在環境跟經濟之間做選擇 真的很困難 Choosing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真的是個難題 It's quite a conodrome 在全球化的推展之中 有許多企業把污染性的工廠 外移至開發中國家 使得生活水平本來就比較差的 開發中國家還要面臨環境污染加重的問題 而這些企業把污染留給開發中國家之後 就拍拍屁股走人 只管獲利卻不負責任 行為令人髮指 而剛剛提到負責任的英文要怎麼說呢?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ake有哪的意思? Responsibility是責任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就是為了什麼負責 The company refus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aking people sick by contaminating the water The company refused to拒絕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為了什麼負責 Making people sick是讓人生病 By透過什麼呢? Contaminating the water 污染水源 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叫做永不妥協 雖然是不舊電影了 不過卻是一部歷久不衰的好電影 看了很多次 每次看都還是覺得內心非常的激動 電影裡面敘述一位單親媽媽的生活 她面臨生活中種種挫折 最後她到了律師事務所打工 她發現小鎮上的居民都生病了 因為一間瓦斯還有電力公司污染了水源 這個單親媽媽她努力不懈查找證據 最後經過長期的禪送之後 公司終於敗訴被判賠一大筆的賠償金 而在這段訴訟期間 The company refus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aking people sick by contaminating the water 拒絕為了污染水源導致人生病來負責 其實在台灣的歷史上 也出現過好多次重金屬污染水源的事件 像是五角病事件 二人吸綠牡力事件 還有革米事件 到了2013年也引起了很大的抨擊的 日月光廢水污水事件等等 顯示出無論是業者的良心 或是政府的監督都很不足 重金屬污染水源嚴重影響週遭 生物還有人體的健康 而這樣的行為是必須要被停止的 在前面提到許多關於 人們生活水平被破壞的案例 顯示出一個國家除了要管理好經濟面 例如經濟成長率還有失業率等等 同時也要注重社會發展的面向 像是教育水準、醫療資源 還有平均壽命等等 而邁入高齡化的社會 是台灣現在一個很大的社會發展問題 高齡社會這樣的問題是起因於 台灣人民的平均壽命增加 加上逐年衰退的出生率 才讓台灣邁向了高齡化社會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提到的起因 它的英文要怎麼說呢? Result from Result是結果 from是從 result from是起因於 台灣是 turning into an age society men results from the decreasing birth rate 台灣是 turning into 台灣轉變成 老年人口就會增加到 37.5% 讓台灣成為全球最老的國家 而台灣快速地朝向高齡社會前進 主要也是因為我們的生育率一直在降低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台灣是 turning into an age society menly results from the decreasing birth rate 下降的生育率 所以也就是我們說少子化的現象 而經濟環境比較差 或者是對於人生規劃改變等等不同的原因 讓台灣少子化的現象很嚴重 加重了青壯年人口的壓力 種種來自少子化還有高齡化社會 衍生出來的問題 成為台灣目前要面臨的重要挑戰 因此老年人口照顧的議題 已經不再是老年個人或者是家庭的問題 而是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全世界 都要加以正視的一項事實 今天我們介紹了一系列 跟準有關係的英文詞語 來回顧一下吧 Choose between A and B 是在A跟B之間做選擇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是為了什麼負責 Result from 是起英語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著準這個字 認識了相關的英文詞語 自在生活 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